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次我们走进评审颜柯的法国巴黎 在这里看一看这里的米其林星级餐厅 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巴黎一座被称为光之城的城市 可以说是欧洲最伟大的城市 但是在它宏伟壮丽的环境中 人们仍能享受生活中的点滴快乐 在这次巴黎2024年的第二次视频之中 我们首先将去塞纳河沿岸的艺术馆 看世界的多样文化 之后在这个城市之中的米其林星级餐厅之中 体验创新的法国料理 离开市区来到郊外 去看一看可能是世界上排队时间最短的迪斯尼乐园 给大朋友和小朋友们带来的快乐 而在视频的最后 我们再次回到当时令人激动的体育馆之中 重温那2024年夏天的美好回忆 视频开始之前希望你点一个赞 如果你想看到更多欧洲旅行 美食和博物馆特展的视频 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再次表示非常的感谢 巴黎诞生于两千多年前 位于塞纳河上的这座岛屿上 从热门的观光船上 可以看到许多的亮点 有巴黎圣母院 卢福宫博物馆 当然还有埃弗尔铁塔 它是为了纪念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而建成的 巴黎闪耀着历史的辉煌 就连国王和皇帝赐予这座城市的桥梁 还诉说着哥哥的故事 而除了辉煌的纪念碑和建筑 巴黎还是一个热爱生活的城市 令人愉悦的公园 让平民百姓也能像贵族一样享受奢华 而漫步于这样的城市街道之中 巴黎的小镇魅力又让人一览无遗 对于那些学习巴黎式生活艺术的人来说 让人心持嚮往的街区比比皆是 在塞纳河两岸众多的博物馆之中 布朗利河岸博物馆是一座特殊的存在 它是一个位于法国巴黎布朗利河岸的博物馆 在这里展示超过了一百万件 来自非洲、亚洲、大洋洲和美洲 具有特色的艺术品和文化 而部分的精品也陈列在罗浮宫的 长期展厅之中进行展示 2006年开放的布朗利码头博物馆 旨在接纳所有非西方世界的艺术 并且让大众了解它们 整个建筑由让努威尔设计 富有当代气息的环境 首先突出精美的展品 建筑师设计了一种架在枝柱上的玻璃长廊 上面则长满了郁郁葱葱的绿植 这些绿植的墙面则是由帕德里克·布朗而设计 上面的植物来自中国、日本、美国以及中欧地区 博物馆由四栋风格迥异的建筑组成 每栋建筑物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它们之间有小路和天桥连接 这样的设计是为了精确地适应博物馆的各种不同功能 以及各部门的需求 其奇妙的空间设计 用四种颜色把四大洲文明空间、分隔 却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在大厅之内 象征着河水的发源与汇流城大海的主题 运用在必经的垂直交通旋转坡道之上 通过数码影像技术和码头相关联的隐喻 以及文字的方式做成了流淌的水的表现形式 神秘、连贯、似有非有、一致无形 充满了让努尔瓦对隐喻驾驭轻车救赎的操纵 而除此之外 每年的重量级特展 也是吸引人们来拜访这里的主要原因 这次的特别展出 是在墨西哥文化主要寺庙进行的研究成果 首次在欧洲展出 也是中北美洲考古史上独一无二的一次展览 在1978年2月21日 繁华的墨西哥城下出土了中美洲最惊人的秘密之一 特诺奇蒂特兰古城的遗迹 这座古城曾是墨西哥文明的首都 但长期以来被误称为阿兹台客文明 建立公司的道路工人偶然发现了一块巨大的圆形石碑 上面描绘着月亮女神 只为半个世纪的考古发掘 揭开了前所未有的序幕 虽然墨西哥帝国的历史广为人知 且记录详识 但其仪式、艺术和建筑领域的文化 仍然显为人知 在这一次的展览 由墨西哥城国家人类学与历史研究所相协伴 揭开了这些发现的面纱 其中最里人注目的是204件 献给墨西哥人最崇敬的神灵的祭品 这些祭品旨在与神灵建立联系 表达敬意 有时还试图换取神灵的恩惠 这些各式各样的祭品 反映了这个帝国在1519年 西班牙征服者到来之前 所取得的巨大政治和经济实力 通过对这些祭品的深入研究 人们不仅发现了这个充满活力 充满掠夺性的社会 还发现了其卓越的艺术成就 以及复杂的象征和宗教思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为美食之都的巴黎 在有限的时间里 挑选一家星级美食餐厅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而在奥运会期间 全世界的游客有汇聚在这里 使得餐厅已胃难求 而有一些店铺 更是为了避免人潮 干脆选择在整个八月关门去度假 所以能够订到法国巴黎 现在最硬的50家餐厅之一的 八岗岩餐厅 是一件幸运的事情 那么接下来 就让我们边吃边聊 年轻有为的主厨 汤姆麦耶的职业生涯起步阶段 就令人印象深刻 他曾担任阿尼索菲皮克的副主厨 并获得了2019年 博古斯世界烹饪大赛决赛选手的殊荣 因此 当传奇餐厅老板斯特凡 马蒂·格尔德 选择这位年轻的专业人士 来领导他的巴黎餐厅开业时 几乎没有人感到惊讶 在位于巴约尔街角落的 这家叫做花岗岩的餐厅 梅耶将经典法式烹饪 与实验性元素相结合 带领一支由七人组成的精干团队 在狭小的开放式厨房里大展身手 这家巴黎餐厅提供以蔬菜为主的套餐 分别是午餐的三道 晚餐的五道或者七道 我们在这里选择了七道的菜肴 它大胆创新的现代美食 不拘泥于从根到芽的概念 当然也少不了当地采购的鱼和肉 总之高品质的食令食材 在这里大方一彩 餐厅仅有26个座位 气氛温馨 由法国建筑师米歇阿尔玛设计 室内室外贯穿着整个的建筑 在光线昏暗的地窖里享用晚餐 与明亮通风的一楼相比 体验截然不同 让人流连往返 而米其林协会对这家餐厅的评价则是 这家餐厅靠近卢浮宫 低调而奢华 营造出优雅的氛围 食材品质无可挑剔 每道菜都恰到好处 烹饪精细而精准 糕点师亲自为客人送上他的创意作品 与别出心裁的菜肴 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专业而冷静的服务员 确保这个美食天堂的运营顺畅 巴黎不仅有埃佛铁塔 卢浮宫 华尔赛宫 卢森堡公园 还有一个梦幻般的童话世界 那就是想遇世界的迪士尼乐园 迪士尼乐园它包括两个园区 一个是迪士尼公园 这里配备了上百种的游乐设施 另一个是华特迪士尼影城公园 展示了迪士尼动画电影里的各种动漫角色 在这里它的面积不大 但是著名的是 它是全世界排队时间最短的迪士尼公园 和世界上其他的迪士尼公园一样 巴黎迪士尼乐园也是以西部小镇 大峡谷 海盗船等场景为主 不同的是 为了融入法国的社会文化 巴黎迪士尼乐园中城堡的设计 街道 建筑物的雕饰 乃至于树丛花圃的造型 都精致优雅 和其他的迪士尼乐园很不一样 颇有欧洲古典宫廷花园的感觉 而与此同时 在这里 享受以法国巴黎为背景的 料理鼠王的游乐设施 显得是那么的契合 除此之外 在2022年 指法国巴黎迪士尼30周年的生日的时候 漫威复仇者联盟主题园区 正式地向大家开放了 这是继美国加州迪士尼之后 全球第二个以复仇者联盟 为主题的公园 位于迪士尼影城公园里的 这个复仇者联盟主题园区 大家可以化身为 复仇者联盟中的各种角色 偷偷地体验一次 神奇的漫威宇宙世界 所以人们也迫不及待的 相遇 钢铁侠 美国队长 黑寡妇 蜘蛛侠 奇异博士 惊奇队长等英雄 进行一场惊人的冒险之旅 夜里不过慧的空格 光前鹿 当然 怎么回应 等到我 画里 停成那一刻 吼 它 rewarded 当失恼 烊 谁关上了耳朵 鸡鸡在人群中 未来把谁带着你 带着我快上车 在2004年的巴黎奥运会之中 中国代表团 一共是收获了40枚金牌 创造了境外参赛的新高纪录 虽然在两次的视频之内 无法将巴黎奥运会的精彩瞬间 一一谈及 但是这个美好而热烈的夏天 将永远地留在每个人的心中 奥运虽已落幕 热爱却不应散场 奥运的强烈熔断反应 还在愈演愈烈 我们期待的 中国健儿在洛杉矶将再次闪耀世界 而被奥运点燃的运动热情 也应该找到一个出口 将它继续地留存下去 我是旅行的乔德 我们下一次旅途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多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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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争气 就会到你身旁 啊 我们下一次旅行东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